太平建国里的建国公园从103年启用至今 但长年以来公园内都无任何邮聚以及体建设施 为此在区长争取之下自制了363万元 打造一座以太平在地农特产品作为主题 适合6到12岁使用的蜂蜜及蜂巢共融邮聚 这天就举办了落成启用仪式 提供附近学童以及社区的居民有更多同乐选择 小朋友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 这是太平建国公园新设置的共融邮聚 蜂蜜及蜂巢造型看起来相当吸睛 不只提供附近居民有更好的散步环境 也让邻近的建平国小学生多一处修起空间 本来公园看起来比较单调 现在增加一个非常有多功能使用的溜滑梯 这些设备 增加我们建国公园的兜财 兜资的环境 我想增设在我们学校对面 刚好我们也可以利用建国公园既有的景观 还有包括相关的植物 还有包括现在所设置的共融邮聚 让我们的一个学习的场域更加的扩大了 建国公园从103年启用至今 但常年来公园都无任何邮聚以及体建设施 为此在区长争取之下 市府赐资363万元的经费重新改造 并结合在地农特产品意向 打造一座适合6到12岁使用的蜂蜜及蜂巢 共融式邮聚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蜜蜂的头部 还有它的翅膀 那这里面有规划到我们的这个溜滑梯 还有一些攀爬 那另外我们中段的部分 我们有钢索的吊桥 让我们小朋友在互动体验的时候 有更多的这个新挑战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尾部 我们以蜂蜜的设计的规划 让我们有包括我们的攀爬油炬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溜滑梯等等 新设的蜂蜜及蜂蜂共融油炬 总长为16.3公尺 最高处有3.75公尺 由三大段来组成 提供孩子攀爬穿越溜滑梯等不同体验 搭配黄黑蜂蜜造型 也增添油炬另一番的童心及趣味 季酒庄视听台中采访报导